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除厂商从21号开始展开拆除作业 预估经费大约要400万元 因为之前因为天气骤变 然后造成楼板的轻毁 然后坍塌下来 那经查他是大概民国46年取得建筑许可的执照 然后是一个合法建筑物 那目前经过我们的独木祭祀公会派员来鉴定 他是因为柱边跟量 可能因为渗水的问题造成楼板的塌陷 那结构安全可能有余 然后可能依照建筑法第81条认定有勤快 腿坏的影响公共安全疑虑 所以我们强制拆除 那目前这个拆除费用大概是400万左右 我们是依照81条强制拆除 我们也会通知屋主 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拆除 那希望是屋主可以跟拆除厂商自行协调 那如果协调不成的话我们会动用 市府的预备金去做紧急拆除跟顾款的动作 后续会依照相关规定跟屋主追讨相关的费用 看到旧制品厂拆除同时 一旁曾经在十多年前 陈珠大楼当店面的摊贩 也回忆当年生意相当好 它这很久了 从我们从那边搬过来已经12年了 对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它里面有个石头掉下来 所以我们才不能出 然后就移过来 那它已经12年了 应该要处理了 如今旧的制品厂经过岁月的洗礼 剩下的是围绕建筑 市政府估计大楼拆除工程 预计在一个月内拆除完毕 记者黄少民既有报导